詞曲 李宗盛 錫子 李宗盛 許老師 各位台大同學 大家好 午安 午安 那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各位分享這個議題的一些想法 其實徐老師在年初的時候邀請我的時候 我是婉拒的 那徐老師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大法官 那我跟他婉拒真的是有點不敬 那我會婉拒的理由大概是兩個 一個就是說 我看那個課堂的題目叫做違憲審查 我想說我怎麼去跟大學生講違憲審查 那沒想到竟然今天還有這麼多同學出席 那這個顯然徐老師的風采 讓大家可能也沒去想過什麼叫違憲審查 就跑來修這門課了 那我第一個回絕的理由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其實這兩三年 都有到這個蔡宗正老師另外一門課 去講另外一個議題 那我想說我講兩個可能或許會有點衝突 所以我就不敢答應 那徐老師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講人權與正義 那這個題目某程度是徐老師講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我有興趣來跟各位分享 那這一個講義大概跟上個月 在蔡宗正老師那門課 講的大概有一半以上是不會一樣的 那這個聽說可以錄影 那我就也就獻籌了 反正我覺得來這邊就是傳達 或者是說跟各位溝通對話 談一些自己對司法的看法 那我剛剛說我是第三年來 第三年去蔡老師的課 他每年他的題目都是 一位刑庭法官眼中 一位刑庭法官眼中的人權與正義 然後因為我去年9月上高院 所以我目前在高院服務 那今年他們的題目就把它改成 一位資深法官的人權與正義 那我覺得我算不算資深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自己啦 我怎麼期許自己呢 我一直把自己期許是一個改革者 那我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我希望自己能夠在自己的工作領域 看到了一些去做一些改革 那各位可能不太認得我啦 或者說你認得我 那這個我開始參與公共事務 是民國99年這一個 就那時候法官貪污這件事情 那緊接著就是這個所謂白玫瑰運動 那這幾年台灣大概法官走到路上 可能都會被罵 那現在法官好像不是一個榮譽子 這是蠻慚愧一件事情 那我也是99年開始 有參與推動一些改革 那我到目前為止覺得自己覺得最有影響的 覺得自己覺得還蠻有意義的一個工作 就是民國101年 我們輔導發起了一個改革最高法院 連署活動 那這個你上網大概都可以查得到 這是當時的這個記者會的一個報導 那這個 這個在我們司法體系被認為是一個大逆不道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爽報 把我們三個那畫 弄了漫畫 我想跟大學生演講 大概用這種來自我介紹會稍微有點吸引力一點 徐老師可能沒看過這個啦 好 我不知道爽報突然爆了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這個改革運動 不只在臺灣引起關注 這一個是日本朝日新聞的一個報導 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 你們是說什麼 反正就是右下角有看到我的照片 只說在很多國家會認為說 下級審要求去改革最高法院 這真的是一個奇聞 是一個新聞 所以當時 我們改革最高法院這件事情 國外都有注意到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認為到目前為止 當然我不會只是做這件事情 我一直認為說我們推動改革要證人要先證職 所以我們先從法官體系內開始自我改革做起 那這兩三年 我其實比較多的心思環是放在檢查體制的改革 那我希望 我記得幾個月前我還在另外一個場合說 我們希望有機會來推動律師的改革 最後要來推動我們法學教育的改革 我們的法學教育我認為問題也很多啦 雖然徐老師在場我還是要坦白的講 我覺得我們很多東西需要改變 所以這個大概是自己的一個基本的介紹啦 那我今天帶來兩本書 那個等一下我點你 我等一下點你問題或者是你主動提問啦 我最後這個 這個薪水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我只能帶兩本啦 那這個幫我傳一下好了 兩邊各一本傳一下 那等一下就這兩本這個 等一下就這兩本那個 我 現在先傳閱好了 大概 那這一本書是今年二月再版的 好 那這是我提出來對公民們的提問 就是當你這個幾年 兩年前嘛 當你這個所謂太陽花運動 當你秩序是新崛起的太陽花公民世代 可以理性思辨 自主判斷的時候 你是否還有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的爭議觀 那是否還有包青天情節 是否還主張人民一有犯錯 就該動用刑罰制裁 這是第一個問題啦 第二個 現在不是很多公民 就是很多學生去抗暴嗎 那當你面對國家濫用權力 而主張公民不服從 採取公民抗暴運動的時候 你是否認同刑罰具有最後的手段性 那是否還容許立委們制定高道德標準的法律 讓國家可以動则透過暴力 就是強制的手段來規範我們的生活 各位有沒有一些想過 我們訂了一個法律 基本上就在限制我們的一些生活 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後面會接著再來談 第三個 你是否具有所謂的公民素養 什麼是公民素養呢 就是講理建立批判思考 同時幸福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價值理念 還是殘留著傳統中國社會專制威權的文化 這就是第三個提問 那大概就在講這本書的書名 《雞鴨魚肉》 好吧 這本書曾經得過幾點獎 就帶過去就好了 不是來行銷書的啦 那大概分這個幾個部分來跟各位討論 那其實我事前有把大綱 PO在那個徐老師的臉書上 首先我們從第一個開始談起 就是國民法律感情與恐龍法官 這幾年講到司法 大概就都會提到恐龍法官 那什麼是恐龍法官呢 我特別去搜尋一下維基百科 就是說司法界有一群活在恐龍時代的法官 那基本上就是在講法院的一些判決 不符合所謂的國民法律感情 那一開始主要出現在什麼呢 在出現在一些婦女人身侵害 尤其是性侵害這方面的案子 那2009年 這個一些關注婦女的一些 婦女權益的那一個婦女團體 就特別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問題 然後2000也就是民國99年 我剛剛講的那個白玫瑰運動那個 就是有一個性侵案 那個案子更引起的所謂的白玫瑰運動 所以恐龍法官就是成為一個 動不動被狼狼上口的一個名詞 那這個是一樣 這都是維基百科的一個介紹 就是說恐龍法官和恐龍判決 這些名詞的廣泛使用 會導致什麼呢 民眾常常聚焦而且輕率的 對一些所謂不合期待的判決結果 就做出這樣一個負向的歸類 那這個原因當然很多啦 那這個網路搜尋得到的東西 就各位自己再去找啦 我們就不花太多時間 那這維基百科提到的 列為恐龍判決的案例呢 很多 還是繼續當中 那個人因為參與那個民國 在民國102年 參與了103、102年 林毅是案判決 所以我也被列為是恐龍法官之一 所以今天由恐龍法官來現身說法 唐國民法律感情 這個感覺特別特別怎樣 好吧 大概讓各位知道這個東西 那這是今年的一個中正大學 公佈了一個司法信任度 溜滑梯 相信法官的 不能說相信 不相信的法官的有超過八成四 所以呢 民嘴們 立候你們就拿這個來做文章 那沒有人去注意到 來 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 這個民意調查是 標題是什麼呢 104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 即政府回復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 所以跟我們一般理解有點顛倒 在這個民意調查裡面的警察 滿意度最高 再來是假官 法官是最低的 各位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法官應該不會是 一般認為不會比警察還差 為什麼在這個民意調查 法官比警察還差 來 那沒有人回答我 我們就接著看 這是法官協會的一個回應 他說這個調查呢 把法院誤認為是長理治安的機關 法官是不是長理治安的機關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沒有區分行政跟司法機關功能的不同 接著他就說這一個民意調查呢 提到司法只有一題 就是說過去這一年來 你對法院是不是公正審判 然後到底信不信賴 完全相信的 然後相信了 不相信了 完全不相信了 所以呢 被認為說這個根本只是一個 純感覺的調查 不是一個客觀公正的調查 那我也不是來今天幫司法講話 我自己對司法都有很多不滿 我只是把這個民意調查給各位看 那我們對照相對來講 比較有客觀中立性的 中研院的民意調查 認為法官很公正還算公正的 有45.9 那當然不太滿意的 不公正的也44.6 大概都是差不多啦 那可是就可以從這個就可以對照剛剛講的 顯然不是中正大學說那個只有一成多啦 好不好 那這個原因就出在什麼 就跟他那個整個調查是有關的 各位年輕人現在都很愛用手機 知道說應該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就是美國發生的就是恐怖攻擊事件 這個案子不是恐怖攻擊事件 這是有一個這個吸毒的人 他持有iPhone手機 那美國聯邦調查局 他們想要去查 就是想要透過他的手機 要去查他有沒有其他的犯罪資料 然後iPhone 不是蘋果公司就不同意 那不同意怎麼辦 當然就是告到法院去 有紛爭就告到法院去 那這一個紐約 聯邦法院紐約地區的法官 他就說這個蘋果公司沒有配合的義務 他認為說這個如果配合的話 這會影響到涉及到什麼 美國根深蒂固的價值 那這個判決跟美國另外一個州 美國另外一個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 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就是美國在南加州那邊 有一個恐怖攻擊事件 比販毒更嚴重了 是恐怖攻擊事件 然後一樣是這個執法機關 想要去查那個什麼 這個兇險的這個手機 可是因為他們沒辦法解碼 所以就要求蘋果公司這個幫他們開 那蘋果公司就拒絕 那這件事情 今天如果在台灣我不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法官如果說 給他說就是像上面那個紐約法官的話 我不知道法官那個怎麼會得到社會的評價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恐龍法官 那這個案子在美國 他們認為這個必須要透過立法來解決 所以他們的國會就為了這件事情 要不要去立法修法展開了一些對討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議員講的話 他說我們到底要為安全的民意放棄多少隱私 那另外一個眾議員就說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不好意思 在台灣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 當然就是為了維護治安就要把他開 民國88年 十幾年前 台灣大哥大拒絕配合 我們的司法是怎麼 我們的檢察官是怎麼做 直接把台灣大哥大的機房全部扣起來扣壓 民眾也沒有反對 大家搞不好都認為說為了維護社會治安 所以我們十幾年前 根本就直接把整個台灣大哥大的機房都扣了 哪會像美國那麼複雜 還要在那邊爭辯 還要送到國會去那邊討論 這個表示說我們可能是不是腦袋有一些想法 跟人家不太一樣 那我因為這樣我就寫了一篇投書 就是說這個紐約法官到了台灣 可能會被罵是恐龍法官 因為他竟然保護壞人 保護壞人說不用去解碼 這個當然我是這樣拆大 我不知道台灣人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個剛剛跟各位提的 中正大學的那個調查的根本問題在什麼 他把法官當作是一個治安維護者 而不是人權保護保障者 我們多數民眾就是台灣的多數民眾 就是這樣看待法官的角色 好 那最近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詐欺犯嗎 哇 台灣之光 另類台灣之光 到世界各地去詐騙 然後那些人被中國大陸抓回去了 那很多人就是回到台灣就被放了 然後這些事情吵得不可開交 應該有看到這個新聞吧 有吧 所以現在開始有一些人覺得 中國大陸把這些詐欺犯全部抓起來 眾叛 哇 很好 所以開始有些人想要學習效法中國 所以我現在來介紹一個案子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在1949年獨立建國 那他們在1952年 有採了一件 就是第一件反腐第一案 這個案子 現在你去看大陸的影視節目 這個有拍成電影 那在大陸這個議題引起很多的 就是一直被討論很多 那這個就是十足的 我們講的判決什麼 符合國民法律感情 為什麼呢 他採取人民公審的方式 採取人民公審 在1952年2月10號 他們在一個大會場 保定東關大教場 然後呢 有兩萬多民眾參與了一個公審 當場就判決這兩個被告 劉青山跟張紫上 判決死刑 馬上執行 就槍斃了 大快人心 民眾大家都很爽 因為他們是大貪污犯 那他們被起訴的罪名 大概有這些啦 那我的PPT大概 我的那個簡報很多 有一些東西我大概就帶過去啦 你們如果還有興趣 我會把這個檔案留在 留在學校的那個網頁 那個網路上 那你可以再去下載來詳細看 因為我大概一張可能 平均只能講一分鐘 好不好 那他們被起訴的罪名就是這些啦 大概基本上就是貪污啦 當時總共有兩萬一千八百多人參加 特別呢 還他們那個 除了各黨政軍的這些領導之外 還有把那些所謂的災民代表 也都派來參加 各位Google搜尋 很方便就找得到這些照片 這就是當年的 河北省人民公審大貪污犯的現場 這個照片沒有很清楚 他們兩個人呢 就是在大家的面前公審 然後呢都還刮一個牌子 大貪污犯 大家是不是很爽 哇 這兩個 這個貪污了這麼多的錢 大家都很 能夠有機會參與這個審判他們 大家都 非常非常的滿意 好 這是另外一個照片 有沒有 公審大會 大貪污犯公審大會 那這個案子當天宣判也沒有調查任何證據 基本上就是當天就直接宣布判決結果 說啊 劉璋兩個人在階級思想嚴重侵蝕下 為了達到個人揮霍 假借經營機關生產之名 利用職權 狼背為奸 污了170億多元 當然他那個壁子跟我們不一樣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啦 如此背叛國家 背叛人民實屬最大惡極 國法難容 看了大家都很激鬥嘛 都很爽 欸 這兩個人當天就槍斃了 欸 沒有上訴 沒有上訴的機會 直接槍斃 那其實這個案子 公審那一天是最後的那個 之前他們就已經做了很多的調查 很多的東西怎麼樣 還沒去了解各個 總共問了五六百人 五六百個黨員幹部 那有的人主張判實 有人實還 有人主張什麼什麼無期徒刑等等的 那這一個最後是誰決定 結果 毛澤東 就是最後裁決定奪是要判死刑是毛澤東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引起那麼大的關注呢 其實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大陸在1949年所謂的建國之後 他把國民黨制定的六法 各位應該都聽過六法前述 全部廢除 廢除之後他沒有定新的法律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犯人在被審判的時候 是沒有法律的 他們犯了什麼罪 貪污罪 貪污罪有沒有法律 沒有 那時候沒有法律 反正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依據 也沒有現成的案例可以參照 那這個案子其實當時很多人去求情 因為這兩個是公在黨國 那毛澤東就說了 因為他們兩個地位高 功勞大 影響大 所以才決心處決他們 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更多的錯誤的幹部 老百姓說 這兩個人頭換來的中國官場上 至少二十年的廉政 在隨後的整個五十年代 新中國出現了一派令人稱頌至今的黨風和社會風氣 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大陸這幾年不是一直在反腐嗎 抓了一大堆那個嗎 那劉璋兩個人被槍決兩個月之後 中國大陸才公佈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遭遭遭條例 所以在判決槍斃他們之前是沒有法律的 那毛澤東為什麼要殺他們兩個 因為不殺就不能證黨風 不殺就不能證國法 不殺就不能撫民心 不殺就不能解民怨 不能保設計 所以毛澤東做那個決定的 這個辦案指導原則是什麼 是革命事業 不是公平公正 好 那這個案子最後 現在人家開始來談這個案子 說這個根本是一個定錯行為性質的 中國反腐第一案 也就是說他們被指控那個什麼機關生產這件事情 但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有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一貫作法 那這一個他們兩個被槍斃之後 中共才在3月12號日定了一個 政務院關於統一處理機關生產的決定 好 那事實上 那這兩個人他們是一件連行為性質 都沒有弄清楚的事件 毛澤東萬歲掩蓋了案件之下的事事非非 簡單的講 就是這兩個人被殺 冤殺了 他們根本不是貪污 他們只是把一個從這個機關 國營事業 弄到那個國營事業去生產這樣而已 那這個東西是中國大陸原來 中國共產黨原來就有的制度 可是就是毛澤東為了殺他們忌旗 就把他們兩個斃了 好 那為什麼講這麼多呢 就是前一陣子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內湖不是又一個隨機殺同案嗎 然後引起社會很多的憤慨 很多的 很多的 不管是對司法 或者對什麼的辱罵 一大堆的 很多人呢 就想要做中國人 這個是大陸交換學生寫的啦 我覺得這篇寫得很好 比台灣人還了解這個 中國大陸的那個問題所在 他說他們大陸為了 他們現在為了 就為了那個什麼 為了防治犯罪 他們在有一些地方 還採取了所謂的實名制 像什麼呢 他們在新疆 廣東這些 他們連買菜刀都要實名制 就是要登記名字 為什麼呢 這些可以被拿來 有可能被拿來當做那個什麼 這個有可能被拿來做炸彈 炸彈是指白糖啦 所以說你買菜刀白糖這些都要登記 各位可以想一想就是說 我去超商 我去Costco去哪裡去買東西 我買這些糖 這可能會製成炸藥 都要登記名字嗎 可以想像嗎 可是我們很多人現在想要去過大陸人的生活 那這篇文章就特別提到說 嚴刑勧法並沒有起到使犯罪率下降的作用 卻成為中國政府破壞人民打壓異己的工具 然後這一點 這句話很重要 台灣民眾會認同這種共產黨的統治方法 可能是長期接受國民黨的洗腦教育 獨裁政府 這個各位自己看 最後是這一個 為了維護統治 政府通過頒布嚴苛的法律和執行酷刑 來恐嚇民眾 同時他為了轉移社會矛盾 政府常常把一些刑事要辦 進行遊街公審 剛剛大陸那個就是公審 甚至公開槍決展示 以獻血獻祭的方法 來滿足受專制壓迫時產生的報復心理 以避免什麼 民眾將其作為革命的動力 就是說民眾對這個政府 對這個社會不滿 那他只要轉移焦點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台灣每次那個 發生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槍逼一些死刑犯 然後轉移民眾的那個 避免民眾就是大家都起來抗暴 抗爭 這個是我們想要學習的嗎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一直高喊判決要符合國民法律感情 那人民公審不是最符合的嗎 有什麼比人民公審更符合 人民來做決定的 兩萬多人決定的 判死刑 那你願不願意跟劉青山、張子善同樣的下場 民眾的群情激憤 固然可以起而革命 推翻暴政 可以捐輸踴躍 拯救難民於生死一現 可是國民感情也可能容易被操控 成為罔顧是非 殘害中良的工具 剛剛大陸那個就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民眾是可以被操控的 你看這個 剛剛不再講那個內湖割喉案嗎 發生沒多久 就發生說有人透過FB誤傳 說台南也發生了一個女童被割喉的事情 所以一堆人群情激憤 就跑到派出所去包圍說交出人犯 哇 結果發生是假誤傳 那這些民情 民氣 民情激憤 有可能就會被誤導 誰能夠確保不是在那樣被誤殺的人 這個台灣這幾年每隔一段時間 就有一個案子 所謂的判決不合國民法律感情 然後就被批判 那這個是 這個會兩年了啦 兩三年了 各位可能都不太記得了 這個就是什麼 洪仲秋案 這個案子的判決呢 各位看一下標題 懷胎十月 內死只判六到八月 這些人在桃園地院都被認定是 每個人罪名不一樣 就是主要有一些人都被起訴是 被判刑是過失致死 那過失致死法定刑就是兩年以下 那很多人只判六個月到八個月 那標題 他們內容 其實也有說明他們是過失 可是你看他的標題 懷胎十月 內死只判六到八個月 我想請問的就是說 判刑多少跟懷胎十月有什麼關聯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懂 這也是我今天要來講的東西 來 這位同學 對啊 對啊 有沒有想法 答錯沒有扣分啦 怎麼樣 就是我下面那個疑問嘛 判刑多少跟懷胎十月有什麼關聯 為什麼標題要這麼像 因為他是覺得說就是那個生命要誕生 比較多少 要怎樣 就是那個生命要誕生比較多 對 然後想要說你要把這個殺死的話 就是這個電案要不公平 這個 這個辦法 就是比這個時間還要公平 他沒有覺得這樣 不公平 不公平 來 這位同學 這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個 刻意引發情緒反應的指標 就是這種標題並不是為了 就是真的站在紅仲秋 或者是他家人的力量 是為了讓輿論開始用很大的情緒反應 去面對現在這個問題 而且為什麼 就是判刑判刑判的分量跟情緒 不應該有關聯 不應該連結到國民的討論 可是就是我們的報長們都很喜歡 引發或者是引起 激起國民的討論感情 然後讓大家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不公平的討論在這邊 然後他們的消量也會有十遍 好 謝謝 前面這位同學 哇 怎麼看過你 對啊 我有上過蔡忠貞 老師 來來 我上次好像沒有問這個問題嗎 沒有 你講一下 就跟剛剛那個同學 就我覺得這比較像是媒體 他在從那種民意還有輿論的一種說法 所以他標題可以這樣下 那如果懷胎十月虐詞子 他只有到八月不公平的話 那是不是只要看十個月影響就好了 好 謝謝 那個我講完下一個 我再來講一下我的看 我的體會啦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啦 那接著就要講說 為什麼我們剛有那麼多的 什麼國民法律感情的那一些 對司法判決 我不是說法院判決都對了 只是說對法院判決那麼多的質疑 包括剛剛講那個懷胎十月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更好的標題 這個是司法院副院長蘇永青他所寫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 有一個還是存留在傳統中國法 這種所謂的全面正義情結這種心態 好 那我現在不講刑事案件 我講一個跟審判沒有關的 就是台灣已經通過那個安寧條例 就是就是說那個 就是有一些病患末期的人 讓他可以選擇有尊嚴的死掉 可是這個法律即便一修再修呢 推動 推展一直成效不彰 那陳大的醫療團隊他們呢 為了推動這個制度 他們就用真實的影片來跟社會大眾講這件事情 那這裡在提的就是說 這個陳大教授 趙可氏主要是主要的推動者 他說為什麼這個制度推展 就是民免法律已經通過了 只要兩個醫生一個家屬同意就可以把管 可是很多的家屬寧願怎樣 讓他一直插管 然後插到可能還 醫學上可能他還活著 可是他已經開始什麼 這個一寸一寸的腐爛 手腳萎縮 然後不成人形 那為什麼家屬就不敢不願意 簽下同意書讓他把那個 尤其是有一些是家屬 就是那個病人他生前 他還有意識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要有尊嚴的史 他自己簽下的 家屬還是在他昏迷的時候還是不願意 不願意尊重他的意願 為什麼 這個 這裡就一個問題說 善終為什麼那麼難 那麼難的原因跟什麼有關 跟傳統儒家的孝道有關 大家認為不救就是不孝 那這個要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裡要提的就是 我們傳統法治的一些精神 其實可能依舊支配了華人的思維 不管你贊不贊成台灣獨立 反正台灣基本上是一個華人社會 這應該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那傳統法治啊 其實按照陳惠欣老師說的 其實我們呢 傳統一些思維 尤其是什麼 三綱五輪這種生活價值觀 並沒有因為我們的法律歐陸化 或者是美國化 而遠離我們的生活 很多人還是深受 三綱五輪這種觀念 或者是對於法律想像功能的影響 什麼叫三綱五輪 就是這個嘛 君臣父子 夫妻那些的 那剛剛講的那個孝 就是我們三綱五輪的一環 那法律功能想像呢 等一下我們就要跟各位分享這些東西 很多的法院的判決 最後出來民眾會產生不滿或者什麼 可能都跟這些傳統法治觀念有關 像什麼 死刑要不要廢紙啦 通奸要不要儲罪化啦 要不要承認性交易等等這些行為 那什麼叫全面正義的古代司法情節呢 簡單講就是 對實質正義的渴望 就是所謂的包青天情節 那傳統華人社會基本上是對法律是沒有好感的 孔子說宋哲宗凶等等的 什麼得主行輔 反正華人社會一直很重視權威 統一性與禮教剛常的倫理 那我們過度強調人際往來的和諧性 這些還是在殘留在我們的想法裡面 那各位應該知道 應該聽過 我們現在刑事審判都採交付結問制度 可是在十幾年前 剛推動這個制度的時候 張聖經法官就說了 我們司法就敗給了這種包青天式的正義官 包青天一直還在演嘛 他有什麼烏盆啊 什麼什麼的 還可以夜間探鬼啊 什麼一大堆的 那這是歷史學者講的包公傳奇 基本上是什麼 民眾聊以智慧的妄想 那個是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編劇編出來的 不是真實的 有包青天這個人 可是沒有那麼神通廣大 當然我們不是說人民有這種 其實這裡就提到了 包青天這種代表著華人社會的 正義 渴求慾與滿足感 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渴求 渴求慾 他們為什麼會想要透過包青天這種戲劇 來得到滿足 當然就是以前那種君主專制時代 正義沒有辦法得到聲張嘛 因為以前就是一個什麼 軍權至上啊 一個什麼 一個 軍權至上呢 還有什麼 有一些人有特定特權的 像包青天不是要去砍 要去斬了一些什麼皇室中青嘛 那些都有特權的 那再來是什麼 華人社會有一個傳統中工法有一個特徵 就是無誦习誦 依情理斷案 這樣一個精神 什麼叫依情理斷案 我後面接著再來講 什麼叫依情理斷案 我們傳統的審判者是憲太爺 憲太爺他基本上是什麼 他是一個 他們稱為父母官 好 人民有紛爭跑去請求父母官 幫他做主 基本上他不是在請求一個被動中立 獨立的審判者幫他審判 因為 因為什麼 憲太爺本身就是行政首長 然後呢 審判案子他們是 是才什麼呢 訴諸直覺的正義觀念 與訴諸的公正意識 因為傳統中國法一直強調 所謂的情理法 情理法 那既然是情理法 所以他審判案件講究的是什麼 情理 主觀異段 還有經驗直覺 而不是什麼 不是理性 邏輯的分析與證據的證明 這是傳統中國法的特色 那父母官 父母官在一個地方 他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行政 就像我們現在的縣長一樣 他主要的工作是 維護一個地方的經濟環容 社會安定 審判只是他業 現在也審判只是他的一個業 一個附帶的工作而已 那你父母官要審判案件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審判一個案子不是考慮是非 而是怎麼樣 讓這個社會這個地方 能夠盡量的沒有紛爭 沒有訴訟 沒有紛爭 沒有訴訟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制度就是 你這個地方如果有太多的訴訟 有太多的紛爭 皇帝老子就認為你這個縣長 縣太野是做不好的 所以他們的訴訟到法院來 基本上縣太野審判案件不是 主要不是在追求真理 不是在探究是非 而是怎麼樣平息紛爭 怎麼樣平息紛爭 這個是傳統中國法的特色 那各位都應該知道說 都了解西方正義的代表 是所謂的正義女神 那正義女神到底什麼什麼 有沒有戴眼睛 有沒有蒙著眼睛 這些可能有不同的考據 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你們都可能都知道西方正義女神 那請問傳統中國的正義的象徵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不知道 我以前二十幾年就在那邊 隔壁棟在唸台大法律系 印象很深刻我在唸研究所的時候 許忠利 不是不是許忠利老師 林子儀老師就跟我說 他了解美國人對死刑的看法 可是他不了解台灣人對死刑的看法 當然這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在座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正義代表是正義女神 那不知道傳統中國社會的正義代表是誰 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這個 這塊土地的人民就是 對西方法是文明也沒有真正的了解 對我們自己舊有的東西其實也是不了解 我今天來就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 中國 傳統中國法的正義的代表就是所謂的一個叫做卸制這個東西 那個卸制 各位這個民國三十幾年以前才有啦 以前的憲兵 他的標誌就用那個圖啊 憲兵下面那個圖 就是他卸制這一個基本上就是一個獨角獸 那以前的法官 古代的法官他們戴的帽子就是卸制罐 那他們說這個卸制比較有點像牛 然後有一隻腳 那以前啊訴訟的時候就讓他去 看他的腳觸到哪一邊 那一邊他就可以斷是非 所以這個是傳統中國法 所謂的正義的象徵 那法這個東西 以前的法 古代的法制是上面那個 三點水 然後一個字 然後下面一個去 那時間因素我沒辦法講得太詳細 我簡單的講結論是什麼 傳統中國法認為 法等於什麼 刑也 法律就是代表刑法 那 剛剛 講的西方正義女神 法律等於什麼 等於正義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那我們簡單比較一下這兩個法制的落差 卸制跟正義女神會不會代表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人治 公法 不是公法 刑法發達的一個社會 是一個有 特權關係的 均權至上 刑等於法等於律 那西方呢 西方 基督教文明是法治 還有司法發達 他們強調什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王在法下 什麼意思 國王也要受法律的約束 法律是至上的 所以法律就等於正義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皇帝至上 我們君權至上 皇帝說的就是聖旨 就是 就是法律 這是主要的區別之一 另外一個區別之一就是我們的法律都倫理化 那追求無誦理想 那這西方社會是強調法律理性化 強調普遍正義 這是很大的差別 那講這些有點複雜 其實我們用一些 像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1930年代落成的 那他們的 人家說那是一個大理石的殿堂 就是很多都是用大理石蓋成的 然後他們那個 他們的前面那個門檻 就有一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也就是說任何走進他們的最高法院的人啊 就是都要福音這個法律之前的人平等 那我們的司法大廈 那個徐老師在那邊上班八年的那個司法大廈 也剛好是在1930年代蓋成的 那你去看我們那個 我們變成一個古蹟 然後其實他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建築的特色 可是我們現代人都不知道了 那美國是透過一個法院 來去跟民眾訴說解說他們的歷史 所以他們聯邦最高法院是很多人會去參觀的 台灣大概沒有人會去參觀司法大廈 那個徐老師應該沒有人叫你 沒有人去參法吧 我說一般那個 有喔 現在很多都是老師他們就會去啦 可是他不會帶他們去看這種所謂的 他們透過很多的雕刻啦 什麼什麼一些品來傳達司法裡面 我們沒有啊 我們去參觀有啦 最後都跑去法庭 有啊 不過我們我們的那個憲法法庭 一兩年才開一次啊 這個就是 這是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 徐老師在這邊我不好意思大好罵太多 好 那 我剛剛講的看起來好像儒家倫理 事實上不是 不管是道家 儒家 法家 他們的終極理想都希望什麼 吳宋 和諧是 華夏子民在人生幸福感 滿意度上 獲得最大實現的保障 在他們的認知裡面呢 吳宋就聯繫著和諧 那 法即行 行就是殺 所以呢 法是不祥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傳統中國法的思維 那剛才已經講了齁 你現在的審判安的主要就是為了和諧 為了無誦 所以呢 這個情理法的思維啊 就扭曲了是非曲直 什麼叫情理 什麼叫情理 那 情理啊 是一個廣泛不確定性的概念 因為是不確定性的 所以他就可以法律就有很大的空間 就會有所謂的潛規則的產生 那這樣呢 審判者就可以上下其手 那審判者根據了 我剛才已經講了 他不是根據邏輯證據 而是注重當事人的主觀動機 社會大眾的情理評判 所以就會出現什麼 曲法申請 就是說會去扭曲那個法律應有的解釋 然後去符合這個個案的情理 然後甚至是什麼 同罪 犯了同樣的罪卻有不同的處罰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就是完全背離的 那講這麼多 其實坦白講這一段是不太容易理解 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人 他怎麼審案子各位來看 海瑞聽過吧 有沒有聽過 看那個 你看那個 你要看那個連續劇 大家要了解 海瑞就是清明朝 明朝萬曆時代的一個 被認為是清官 就是很清廉的官 他是一個傳統 傳統這個中國的 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官吏 清官嘛 好的官吏 我們看他怎麼 他們他怎麼審判案子 他說凡是一個訴訟有懷疑的時候 與其屈胸 臨屈其弟 也就是說 與其這個委屈的這個哥哥 寧願委屈這個弟弟 與其委屈這個淑伯 寧願委屈這個侄子 與其委屈這個平民 寧願委屈富民 這樣了解不 他是依照什麼 訴訟有懷疑 他不是按照我們刑事承判 就是無罪推定 或者民事判決就是按照所謂的 優勢證據法則就判誰贏 他不是 他依照什麼 海瑞作為父母官 他審判案件時 重視的是倫理道德 就是所謂的三綱五倫 那個兄弟啦 當然原則上就是兇是對的嘛 然後平民 富民 他指導原則是倫理道德 靠的是什麼 情理的推斷來取代 證據的不足 所以他是用善惡來審判 而不是用合法非法 那吳宋 因為現代他基本上就是 我剛剛講了嘛 皇帝老子在考察你 你這個各地的現態也到底 工作表現績效好不好 是看你那個地方的 你那個稅有沒有按時交上來 你那邊的地方是不是平靜的 沒有紛爭的 他們認為紛爭就是不好嘛 那這樣的話 當然現態也就是盡量什麼 用各種方式讓人民不敢來打官司 拒絕受理 拖延不辦 等等各種的方式 那再來呢 訴訟制度的黑暗 還有官府研辦之下 民眾就拒送未送 然後呢 此送 然後見送 那就有很多的話 講 這個很多 沒句話其實都會解釋很久 我沒有時間跟各位講 那我簡單講說 我們法律的價值取向因為是無送和諧 為了順應民心情理 忽視案件的事會取值 即便有失公平也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小 目的就只有一個無送 那這個 這個另外就是我們傳統中法的訴訟是所謂的 倫理型訴訟 跟西方社會是那種禁忌型的訴訟 就是兩個人 兩個律師兩方代表 打官司那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以前是禁止什麼 看過那個電影嘛 就是什麼 就是宋棍 就是那個代表當時 就幫人家寫狀子的那些都被官府 認為是宋棍 是不鼓勵這樣的 那這個跟他當時整個政經環境有關 他呢 乾隆那個時代 二十萬個人口的縣市只有一個父母官 他很多的那些什麼什麼 師爺那些是 現代自己花錢請人家的 那你這個公務員那麼少 你怎麼樣去治理這個地方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我們看康熙講的話 他說如果讓這個庶民不為官府壓門 而且相信公道可以伸張 則訴訟必然增加 那如果訴訟者可以得利的話 那爭端必然增加 他說那如果這時呢 那即便有全國一半的人民 當作為官為利 那也無法斷我這個案子的一半 意思是說 這個人民如果打官司可以贏 可以怎樣的話 那大家都會勇於來打官司了 所以呢 正義以為 對好頌者疑言 誤其庶民 視法為未卜 見官則不含自立 這個就是皇帝的意思 整個 起碼最後的中國 傳統中國法就是清朝 鼓勵 就是不要讓人家來打官司 那各位會聽我講這些 在講鼓跟現在有什麼關係 後面就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這影響到我們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講完 就是我們以前 中國其實這個 研究的法 從法學、律學、木學 現在呢 我們的法律一直不發達 我們的法律不發達跟一個很根本原因有關 在座可能有一些那個自然科學的同學 這個 現代的法律 強調的是 我們學的西方這套法律是強調邏輯思辨 可是在傳統中國法它是按照情理 它不是按照邏輯 那傳統中國法的本質是關於秩序 義務 還有控制 這種觀念就制約了 普遍正義 還有個體權力、精神的發達 好吧 那時間因素我們這個就大概帶過去了 我們來 我剛剛講那麼多 講這些到底要幹嘛 這個就是我看的這些東西 再來看我們現在發生的一些糾紛 欸 我覺得這樣去套 套了起來 這個案子去年 去年 這個時候 應該去年啦 3月29 這個案子不是鬧得褪惠揚揚嗎 對不對 也是民情激憤嘛 大家說說 哇 你這個李倩蓉 竟然可以這個什麼什麼把 阿帕契的去那邊參訪 然後把他拍照啦 說說他違反國家機密啦 違反什麼什麼等等 隔了一年之後 這個案子確定了 其實也不用等到現在啦 去年人家就跟大家講 就有一些人在講 人家國外的那個網站齁 那Apa7的那個飛機那個 機 那個裡面的設備啊 都網路上都找得到 這怎麼會是機密呢 可是那時候台灣老百姓就不相信啊 我去年 去年我在蔡宗仁老師的課 我就在講這個 這件事情啊 然後呢 我就說這個什麼機密 然後印象中那時候 當然我罵了一下 結果 我印象中那一門課 好像有一個外國留學生 他就在偷笑 他大概在偷笑我們台灣人 那這個案子最後不起訴 簡單的講就是 這個不是機密 那大家其實我知道很多我們 其實真正不爽的是說 他們貴婦團想有這個特權 可以 竟然可以去參謀 對不對 我相信很多人其實真正心裡不爽 是這一點 可是不爽歸不爽 總不能這個就判斷刑事審判吧 那我簡單的一個結論就是 不少的台灣人 還活在這種保密防碟的時代 動輒呢 說這個是機密 然後啊 什麼什麼就是社會安定至上 那這件或許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已經 剛剛那件已經確定了 不起訴了 這是好久了 2007年 現在2016 有一個老師 被歹徒詐騙 各位有沒有想過 歹徒詐騙最常用的 假冒什麼樣的人 有沒有想過 應該很簡單嘛 可以理解吧 會假借什麼樣的名義 詐騙手法很多 可是通常他們最常假借的身分 一定是 大陸所講的公檢法 就是警察 假官 法官 尤其是假官 我要監管你的財產 我要凍結你的帳戶 是吧 最常是這個吧 那為什麼大家會講到這個會怕 就我剛講的啊 這個 那個誰 康熙不是就是叫讓人民畏懼官府嗎 我們台灣的很多老百姓都是很善良的 都是 繼承了傳統中國法的優良傳統 都是怕官的 怕被管的 那這個老師 一樣 歹徒跟他說 欸 你要協助辦案喔 這個真正不公開 絕對啦 不可以什麼 不可以跟他的親人 連親人也不能洩漏 否則啊 不僅無法功過相抵 還要去坐牢 供過相抵 各位齁 你認為人們有沒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老師顯然認為他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他認為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所以呢 這個被歹徒就唬得隱嫩隱嫩的 好 協助辦案啊 偵查不公開啦 還要去坐牢 只要 用幾個這樣的專有名詞齁 那些善良老百姓就被騙得一嫩一嫩的 所以錢就這樣匯過去 我今年才審一個案子 一個女士大學畢業 她被歹徒這樣騙了七八次 每次就是一直拿錢一直拿錢 總共匯了八百多萬還一千多萬 跟這個就類似啊 用的手法一定是什麼 公檢法 那就是用這些專有名詞 所以我剛才跟徐老師說通識課很重要 不要大學生出去的都被騙了 真的很丟臉 尤其是台大畢業的 真的是 別的學校的可能就算了 台大的人家就會把你做文章了 應該有看到嘛 類似的 你上這門課 基本上要學到就是說 不要被騙 你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 你要知道說你沒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好不好 我剛剛那個 前面那個已經講了 這個還是一樣在講 很多人還活在保密防諜的時代 這個老師以前一定是威權體制時期長大的 你看我們那個減速 減速匪諜條例是這麼規定的 民國39年 這個條例好像到民國84年才會掉的 他說發現匪諜或匪諜嫌疑者 無論任何人要有像當地政府或資產機關 告密檢舉 這是他的義務喔 沒有的話要怎麼辦 名字為匪諜要不告密檢舉或縱容責 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這個老師他是在那種 威權統治時代長大了 他就是活在那種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那個時代 所以他認為他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我要跟各位講 你協助辦案是一個高尚的品德 可是你沒有協助辦案的義務 好不好 那 所以這個東西要先弄清楚啦 那再來 這是最新的 這個八仙嘛 八仙承包案子嘛 坦白講齁 我看得都很感同身受 這些被燒傷的很可憐 這個要很長期的復健 可能一生都活在那個病痛當中 可是 你看喔 女判太輕 家屬人命不如狗命 這樣的判決心頭又被劃一刀 好 都是這些情緒的字眼 有一個受傷的 有一個傷者啦 黃小姐就是說 要判無期徒刑 然後呢 有人說 這個法律明明一罪一罰 四百多人受傷 十五條的生命 怎麼會只判四年十個月呢 十代判太輕 大概都是類似的說法啦 可是各位可能應該程度比較好一點 他們這個業務過失啊 法定型是多少 這不知道嗎 要關心一下時事啊 好 這個業務過失的法定型啊 只有五年啊 業務過失致死 法定型只有五年 判四年十個月 算輕還重 重吧 他 他違反規定只有一個行為啊 他不是為了去 去故意去讓每一個受傷啊 他 他就是沒有注意那個 我忘記那叫什麼東西 他沒有注意那個事情 所以他的行為只有一次啊 所以他該被苛責的 就只有一次的行為 所以所謂一罪一罰 他只有一罪啊 他只有一個行為而已啊 雖然受傷的是很多人 可是他只有一個行為 判四年十個月 離那個零點五年不清了呢 因為可是民眾不了解啊 他以為法官 可以像那個包清那時代 按照情理來斷案 這樣就像死刑 它判下去 或者像那個中國大陸那個 沒有法律 直接就判死刑就槍斃了 不行啊 現在的法律 因為沒有給法官這樣的權限啊 那 可是 大家一定會覺得不合理嘛 死了那麼多人 幾百個人燒炭那個受重傷 判這樣不合理 那不合理要怎麼辦 你不能叫法官違法判決 應該是怎樣 去修法 好 這一個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林中益就寫了一篇文章了 亡羊補勞之際 要對於過失致死傷犯罪呢 要重新設計適當的構成要件 也就是什麼 像你在這種業務過失啦 或者重大過 草率過失 或者巨大傷害這種特定的情形 你就可以學日本這樣的法律 最終可以判到15年或者多少 所以像那個 我現在不確定啦 可是今年不是有那個地震嗎 那台南那個圍貫大樓嘛 那也是只能判5年啊 你覺得那個不合理嘛 因為你如果 我沒有預設說那個一定會判有罪 我只是說 你如果類似那種偷空檢料 造成倒塌幾十個人死亡 確實可以判重一點嘛 對不對 你騎摩托車 不小心撞死人 業務過失致死 頂多撞死人不會幾個吧 可是那一棟大樓倒下來會死很多人啊 那所以你這個法律可以做另外的設計 那這個是要去立法 不是叫法官去枉法判決 不能說法官判太輕 好不好 那我們台灣司法現在面臨的困境就是什麼 2008年中研院的調查 就說法官啊 難免會犯錯嘛 那他就問人民這個問題 問那個民眾這個問題說 你認為把沒有犯法的人判成有罪 是比較有嚴重的 是比較嚴重的 還是把有犯法的人判成無罪比較嚴重 那各位不要看那個數據啦 來 我來問一下 我們即時做一個民意調查 就是你認為法官哪一種行為 是比較不能容許的 你贊成是1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請放下 贊成2的舉一下手 沒有啊 民意不見得是對的喔 要不要改一下 好 多數人認為說 把沒有犯法的人判成有罪 哇 各位真的是公民世代長大的 果然有思考能力 沒錯 這個可是多數台灣人不是這樣想喔 是把有犯法的人判成無罪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的多數人民呢 是寧願濫殺無辜 也不要重犯 這是多數台灣人的想法 已經被列為普世價值的無罪推定原則 不是我們多數國人可以理解的思維 當然這是七八年前了啦 現在在調查可能會不一樣 那 為什麼每次有這種事情 大家都一直在罵司法呢 其實一個涉及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多數台灣人齁 在這個刑事案件 都把自己想像他可能是被害人 他絕對不會想 可能沒有想像他是加害人 什麼叫加害人 就是他是那個被告 他沒有想過他會可能是這個江國慶 沒有想過他是誰 最近放出來他是誰 鄭信哲 鄭信哲不會判無罪 他持有槍 這一定會有罪的 可是他說他殺警 那根本是冤枉 我兩三年前那個張俊芬就找我們去看過那個劍 我看過那個劍我就覺得 這怎麼可能說是他殺的呢 我們本來兩三個法官要出來開記者會 已經確定了 本來想要出來開記者會 那同事說要講不好 那我那時候又因為那個本來那是 社會形象還不錯的 因為林醫師案那個生育大損 後來就沒有了 不過我看過那個劍 真的那個是冤枉 可是我們多數人民 就他只想到說他可能是那個被害人 被害人家屬 他從來沒有想過說 這個檢 警察 夾官 法官是會有錯誤 做錯決定的時候 所以鄭信哲被關了十幾年 他還好沒有槍斃喔 你如果是江國慶的媽媽 我每次都 我回去跟我媽就這樣講 我媽不認識字 我不用講大道理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是江國慶的媽媽 你到底是要拿那一億多的政府賠償金 還是希望你的兒子平安歸來 就這麼簡單 刑事審判 因為他罪以太嚴厲了 可以判一個人死刑 所以一定要什麼 無罪推定 罪以為親 這就是世界各國 把它列為普世價值 它的是有道理的 好 那另外 有一個問卷題目 就是你是否啊 贊成法官在審判 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的時候 應該要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順便及時問一下 贊成的局下手好不好 不能理解啊 譬如說 現在不是發生那個 譬如說好啦 這個 最近不是判決確定 等下會講 曾文青殺同案嗎 台南那個 那 贊官說要給他判死刑 或者是 或者譬如說法務部長說 這個判決 這樣判不合國民法律感情 這個法務部長 就代表行政權嘛 他說這個應該判死刑 那法官要不要接受 行政機關的意見 贊成的局下手好不好 不贊成的局下手 真的還假的 放下 徐老師這麼快都把你們講 教好了 這個同學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接受那個行政機關 法官都活在象牙塔的 不了解民意啊 要聽聽那個行政官員的意見啊 為什麼不聽聽行政官員的意見 會彈權 會彈權啊 有沒有人要解釋 回答一下 這位同學 還是你等一下要再回答 有意見嗎 對啊 因為其實就是舌一級三種 就是不曾經一個 是打電視的意見 你那就是台灣可以聽他們 其實那不一定要 可以當作只是一個參考 當作一個參考 三權分立 好 謝謝 可是我們這個民意調查不是這樣 他說 剛剛你們都是反對嘛 可是你看喔 他那個18到29歲 非常贊成的有5% 贊成的有51% 也就是說 總超過56%的人 贊成法官要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反而是那個什麼 30歲以下的這些人 他們都 他們的那個贊成比率沒有超過50%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其實可以研究一下 那個這個當然留給徐老師來研究 不過有人的說法就是他這個 應該有問題嗎 這個問題 你的年輕人應該 應該不會到達 11 我其實也在想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那個 因為他這是2010年的 台灣公民運動崛起是這幾年的事情 那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可能剛剛這個同學講對了 有些人搞不懂三權分立這個東西 他可能沒有完全理解這個問題的意思 這個有可能 不過現在會有最新的 那反正我呢 這個是我從一個社會學的 就是那個葉高華這位教授寫的文章裡面 得到了訊息 這個我不是研究這一塊的 好 最 這裡要講的就是最年輕世代 對於獨大的行政權有所嚮往 他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 那就是說他對民族體制越沒有信心 這是一個危機 再來就是 最年輕的世代不夠堅持司法獨立 有超過半數支持行政干預司法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台灣就危險 還好剛剛來這邊完全一面倒 這個是可以在 其實這個社會變遷 所以他們可能會不斷地改變 那我真的也覺得公民是 那個太陽花 對於年輕人現在去獨立思考問題 是很有幫助 所以這個不見得是對的 好 我們剛剛在跟各位去談 我們可能很多的 台灣人民還深受這個 所謂的傳統中國法的這種 全面正義情節的影響 那我剛剛講的重點 當然要跟各位說 這樣的觀念基本上 像海罪那種辦案方式 當然是不對的 那所以我們要去重新思考 那法官到底在這個憲政民主時代 他在扮演了什麼角色 他到底有沒有把這個角色做好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是2007年一個拍賣會 拍出了一個大憲章 這份大憲章是用羊皮做的 是1297年的東西 賣出多少呢 2000多萬 折合台幣 現在是6、7億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那麼值錢 大憲章這個東西 各位上網Google搜尋一樣都有 他是在 他最原始是在1215年 這個數十個反叛的貴族 強迫他們的國王 約翰國王簽訂的一個契約 一個和平協議 那個這個協議 因為是被迫簽訂了 後來很快就廢止了 廢止了之後 後來他們又陸續簽了好幾次 那這份協議呢 被認為是塑造了世界各地的司法體系 民族 甚至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由 就是這一份大憲章 那1215年到去年剛好是滿800週年紀念 所以我去年來演講就講這個主軸 那基督教 我們剛剛在講正義女神那種 基督教法治文明的基礎 基礎就是來自於這份大憲章 大憲章打破了國王及法律的狀態 開創以法律限制王權 也就是說他們以前跟傳統中國也是一樣 是政及國家 國王及法律 可是他們在大憲章頒布之後呢 就強調國王要受法律的約束 是法律制造 那大憲章第39條啊 他就這一條的規定 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罪行法定 還有程序正義觀念的一個雛形 那這一個大憲章 後來就被美國殖民地 北美的殖民地對英國的抗爭 他們那時候一直在強調 這個你們高中就教過了 無代表就徵稅 這是專制統治 那所以美國的獨立宣言 或者他們1791年的權力法案 很多的條文都超至大憲章 然後這一個後來又被 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所引用 然後甚至影響了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1976年通過的這個 聯合國兩公約 所以我們現在聯合國兩公約的 可以追溯到大憲章 那現在大家不是在講說 因為有兩公約 所以我們不會判死嗎 基本上跟這個有關係 那近代刑事訴訟制度 跟民主理念跟這個有關 近代刑事訴訟制度 跟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制度 是有關的 那強調什麼呢 主權在民 那我們現在 司法院開始在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其實跟主權在民是有關的 那跟什麼 權力分立制衡是有關的 剛剛這位同學回答我 為什麼法官審判不受行政權的指導 那為什麼要創設了檢察官 也跟權力分立制衡有關 因為法官也會濫權 警察會濫權 所以設置了檢察官這個制度 那再來就是什麼 平等 就我們剛剛講的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那再來就是自由 法治 這就是近代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那去年 我剛剛講的 去年是英國大宣章800週年紀念 這個他們盛大舉行 然後在英美社會 他們都還甚至有很多的公開的展覽、展演 那英國他們就想把這個大宣章 拿到大陸去展示 結果被禁止 英國送去這個禮物 被北京不感興趣 不斷的變更展示地點 並且把它縮小到最小的範圍 那大陸為什麼會害怕這個大宣章 為什麼 跟他們現在的知識有關 法國世界日報就報導說 因為大宣章是一個什麼 強調限制權力 那這個是不符合北京的口味 北京是中國大陸是現在是一個什麼 怎麼樣的 他雖然不是我們講的專制王權 可是他基本上是一個 一黨獨當 一黨統治嘛 現在不是說在 習近平一直在說要依法治國嗎 那那個法基本上就是憲法 那他們的憲法基本上 他們審判沒有獨立啊 更不用講 那基本上就是一黨 一黨比較一黨專制 類似這個意思 跟以前的台灣是比較接近的嘛 所以他們當然不歡迎 不喜歡這個大宣章的展覽嘛 因為讓人民知道的時候 人民就搞不好就越來越多人起來 反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那司法獨立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像中國大陸審判案件 基本上要接受黨的指導 那台灣不是這樣 我們是一個強調司法獨立的 司法獨立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其實一樣從英國來的 在英國以前也是君主專制時代嘛 那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話 國王就是長有行政立法司法 那這個不會有什麼獨立可言 那既然沒有獨立可言 國王就可以透過任免法官 去影響那個判決嘛 譬如說這個法官判這個案子 不合我的想法就把他免職 那這樣子會侵害到保障 人權的保障 所以英國在1701年呢 就創設了司法獨立制度 明定啦 法官不用經到 經過國王的滿意 只要任職期間呢 品性良好 沒有經過國會同意是可以免職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司法獨立的由來 那從英國的經驗顯示 司法獨立在以前 在英國主要是作為制約政府的權力 英國是王權 那我們當然就是自然行政權 保障人民權利的一種手段 那這一個後來被世界各國所寄受的所援用 那司法獨立意味 所以法官在從事審判的時候 必須依照什麼 依照良心跟法律 獨立 公正與客觀 這個就是說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沒有任何主人 沒有上級 法官只對呢 只對什麼 法律本身忠誠 我今天其實沒有太多時間 我其實在審一個案子的時候 我真的有那個深刻的感受 徐老師說我那個判決可以稱為林孟煌條款 就是有一個 以前有一個叫高年 不能說高年醫 有一個檢查金融 金融金管會的檢查局的局長 他被起訴徒利罪 那起訴徒利罪之後 那個案子基本上這個 檢查局局長徒利的主要原因就是說 他把一些他要去查一下上市櫃公司的資料 洩密給記者 那目的是為了幫他的好朋友去影響那個骨架 那時候我們就傳了一個記者叫高年醫 那這個記者呢 來法院 檢查官申請傳問他 然後他就拒絕說明他的消息來源 那我們就給他裁罰 連續裁罰三天 在那個當下我可以感受到 因為各位知道嗎 現在可能有很多的獨立記者 可是以前十年前是沒有 社會大眾人民要知道 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主要是透過什麼 透過媒體 那媒體記者呢 他們呢 他們每次都會說他保護消息來源 今天有一個法院判決說他 記者不能保護消息來源 當然他就怎樣 大家就聯合一起來就 他就提評 罵施法 對我們有利的先骨都不會見報 然後看到的都是不利的 對法官 法院不利的 那時候這個記者聯誼會還跑去施法院抗議 那因為我們每天開庭 所以連續三天 聯合報每天就是一個跟我們對話 那我們法官就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不管是我們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長 這個行政庭長這些人 或者是司法院院長 他們都希望這個事情趕快停息 可是他們都不敢講一句話 我那個當下我就真的很深刻感受到 法官是台灣最獨立的 那當然我們法官因為太年年 大部分普遍 這個學識經驗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沒有善於把 使用這個司法獨立的一個功能 這個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1776年 我剛剛不是講說大憲章影響了美國獨立宣言嗎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美國 為什麼美國當年要獨立的時候 他們也是提出一個 對英國國王喬治的控訴 雖然我們剛剛說英國 有那個大憲章制約的王權 可是殖民地的地方他就比較胡來 那這裡跟司法院最有關的 他說他們對英國喬治國王的控訴就是說什麼 他拒絕批准建立司法權利的法律 藉以阻擾司法公正 他控制了法官的任期薪資素額和支付 從而完全讓法官從屬於他個人的意志 這就是美國 美國 那時候不叫美國 就是美洲殖民地的這些人民 他們對英國國王的不滿 好 那這個當然這個過去了 那司法權啊 剛剛已經在提了 他基於權力分立設計出來 他是為了保障人權 那這個會侵害審判獨立的 其實不是只有政府 其實民意也會啊 那按照孟德斯鳩等人的倡議 為什麼要採權力分立 因為其實權力分立沒有 無助於工作效率 可是他可以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防止權力的專制 像我們現在不是很多的抗爭運動 政府就是要去徵收土地要幹嘛的 那民眾 民眾怎麼辦 你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司法 行政部門說了算的話 那當然就會侵害人權 那大憲章之後形成的這整個文化 除了制衡行政權 也在制衡立法權 那基於司法的獨立性與超多性 司法享有審查立法行政作為的權限 並可以宣告其違憲 從而避免人們落入寡頭政治的手中 這就是徐老師他之前八年從事了工作 在從事違憲審查 各位有沒有去想過 一個立法委員通過了法律 按照道理他不是代表民意嗎 他們15個大法官講難一點 也沒有選票 也沒有民意基礎 他們竟然可以推翻那個全國 一千多萬人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通過了一個法律 那個基本上就是意味著 司法有反多數局的作用在 再強調一遍 司法權的功能在解決紛爭保障人權 其實這個社會上不只是台灣是如此 世界各地都是一樣 有紛爭不見得要到司法來解決 司法只是其中一個紛爭解決機制而已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紛爭解決機制如果沒有辦法解決 就會產生了武力戰爭 像我們台灣現在跟 中國跟那個南海那些國家 不是為了那個土地糾紛 所以他們就會去國際仲裁 那也是一種紛爭解決 那獨立的司法在避免政府濫用權力 把人民視為魚肉 這個各位可以理解 今天要講的就是 他也可以避免多數抑制 這個多數抑制不只是國家 還包括什麼 網路鄉民 我們現在網路鄉民人人喊打 人人喊殺 這個也可能常報的對待少數人 其實有很多的例子 但是今天沒有時間來講 即便像是美國 他們也發生過很多的不幸的事件 為什麼西方社會能夠記取這個教訓 因為他們知道走上獨立的司法 是 終局來講是對好的 那民主法治國家法官的職責呢 基本上就是 這個美國有一個漢尼爾頓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司法權本質上是被動的 他既然既不掌握有錢袋子 也不能指揮槍桿子 那他的尊榮和權威不是與生 是俱來 而只是什麼 由於法官對法治的堅守 與對人權的捍衛 這就是法官 現在民主國家法官該做的角色 所以這個以色列 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他講的 法官的主要就是定分指針 弥合社會與法律的差距 還有呢 保護憲法與民主 為民主而奮鬥 那我們台灣現在不是在講法院判決 要符合國民法律感情嗎 要符合民意嗎 那我剛剛已經跟各位提了 中國大陸那個所謂的人民公審 基本上不見得是一個對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看美國他們一些大法官講的話 首先第一個是倫奎斯特講的 他說一時的多數意見 即使狂風暴雨 也不能削弱被憲法確實保護了個人自由 我們憲法保護什麼 就保護罪刑法律這些等等 一個人可能做錯了 譬如說大家很不爽那個李倩榮 覺得他貴婦團 維航公平 問題是那個行為沒有 我想出犯法律 你即便一時的民意沸騰 狂風暴雨 法官還是要堅守審判獨立 堅守捍衛人權 堅守罪行法定這些原則 那另外一個大法官史蒂文斯說 順從公眾意願 是立法者跟行政部門的事情 在訴訟中法官最主要的職責 在於不偏不倚 超脫民意 那一個現在還在當女性 現在還在在位的金斯伯格 這個台灣的大法官真的要檢討 美國的大法官可以成為封面的頭版 成為那個封面 封面人物 還什麼百大影響人物 台灣的大法官那個社會名望太低了 大家都不認識 你們要幫許老師 不知道他現在也不是大法官 好 這個金斯伯格他講的話 他說什麼呢 法官是受到大時代氣候的影響 而不是只是著遠於特定日的天氣 也就是說法官不能考慮到今天的氣候 今天的民意沸騰 法官要考慮的是這個國家長遠的發展 那現任的首席大法官羅布就說了 我們的判決不能隨著大眾的喜好走 更不能被一時的民意所阻擋 這是美國人 全世界最早有違憲審查 最早建立現代的現任民主國家就是美國 美國走過很多的錯誤教訓 他們深刻體會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那我們台灣這個兩年前 通過那個提審法 規定就是說 他們用了一個 譬如說如果現代月輝 被下十二道金牌要抓回去的話 他要講的一句話是什麼 我要見法官 就是要求什麼 提審 那提審就是什麼 讓法官站在一個中立客觀的角色來審查 那行政部門抓他是不是合法 那所以如果發生類似紅仲丘 或者瑤瑤哥這些案子 就可以用提審來解決 那前一陣子不是那個內湖發生那個命案嗎 那就有一個 政大有一個瑤瑤哥 就被強制就醫 那最後呢 就很多的見義勇為的鄉民 就去幫他審檢提審 最後法院把他提出來問之後 他根本沒有醫院 然後他也沒有出犯什麼法律 最後就給他放了 這個就是法官在 如果沒有法官 見法官的話 行政部門就會去把他關著 因為民意就覺得這個人 有危險 就乾脆就把他抓起來 所以法官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 好 那最後一個部分要跟各位談的是 其實這個我沒有答案 什麼是正義 誰的正義 全世界各國沒有人敢說他導到的答案 這是公民們必須要不斷對話 省思的功課 那首先我要跟各位講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人權人權 其實權力 right這個字眼是不是一定要翻成權力呢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在傳統中國社會沒有權力這個概念 只有義務觀念 那這個是當年那個有一個傳教士 丁偉良翻譯的時候用這個字眼 結果造成了一些困擾 因為從孟子梁慧王的毅力之變 傳統中國社會對利沒有什麼好印象 權跟利都沒有什麼好印象 那因為法律不被認為是一門科學 人們不知道有構成要件該當 違法性有責性這些論證方式 只會更不會有意識到 在權力分立下 法官量刑要收到法定刑的拘束 而只會什麼 訴諸情理判斷 所以才會有懷胎十月 涅死只判六到八月 這樣一個新聞標題 就是我們人民會覺得說 直觀的 直覺的 這個人要出事 父母都要懷 母親都要懷胎十月 結果他被弄死了 竟然只判六到八個月 從直觀的感覺就不合理嘛 這個就是所謂的情理判斷 可是現在的司法審判強調邏輯論證 強調權力分立 那立法委員代表民意 制定的法律就是過失致死 最重就是兩年 那他判六到八個月也還合理 剛剛講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八仙承暴 法定刑就是五年嘛 你叫法官判無期徒刑 沒有辦法 法官這樣就枉法裁判啊 那其實這個right這個字眼 各位英文都比我好 應該知道 其實不見得是權力這個方法 他可能本來很有對的正當的意思 所以那個李永蘭律師他就說 right基本上可以 基本上權力就是正義 所以就呼應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個剛剛一開始不是在講 西方講法律等於正義嘛 法律就是在保障人的權力 權力就等於正義 那我們台灣今天這麼多問題 其實也不能怪老百姓啦 因為不能怪人民啦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順民教育嘛 可是我們法律人自己要反省啦 我這一個是第二次演講 我第一場演講是跟法官演講 就是說今天我們人民不太了解司法 不太了解法律 那這是我們要負責 我們都講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 我希望我今天講各位稍微 可以稍微聽得懂 但是我覺得我們法律人要反省 因為我們只了解美國 了解別的國家 好 這個徐老師在他臉書上說 所以我今天如果又來講Face的話 那可能大家都很那個的 事實上我在 我當了十幾年 當了十二年左右的刑庭法官 我的法庭只有這一件 我在法庭上聽到被害人家屬說 希望法院判死刑 那這個被告他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翁 他是一個二房東 他沒有親人 已經六十幾歲了沒有辦法賺錢 他就去跟人家租房子 然後整理一下 再分租給三個四個房客 然後他就從中就賺一點錢 他自認對那個房客都不錯 那可是大概是房客可能知道說 他終點有差價 就其中一個年輕人就有點不爽 然後串點其他人不要來繳房租 那有一天這個老翁他要從外面回來 八點多了 八點多回來 然後這個他們那些房客 就在客廳在那邊吃東西 然後碗盤什麼都沒有收拾 然後他這個房東就自己拿去洗 然後就唠叨唸了幾句說 我都還沒吃飯你們都沒有問我 他說我平常都會煮給你們吃 結果我八點都回來 在家裡你們在那邊吃 吃香的喝辣 都沒有問我有沒有吃飯 所以他就在那邊唠叨唸很不爽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說 你沒有吃飯關我什麼事 然後一怒之下就跑去 外面拿到那個汽油桶 就把那個汽油淋到那個年輕人的身上 然後就點火 然後結果 結果燒死了 這個房子當然就起火了嘛 這個年輕人呢 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後死掉了 然後樓上有一個臨時來這邊搭 就是臨時來那邊找朋友的 也被燒死了 也說這個案子燒死了兩個人 那這被害人家屬 在我們法庭的時候 就我剛剛講的 要求判死刑 然後他就拿出那個他兒子的遺像 那這個被告看到馬上跪下去 他這個家屬 為什麼要求判死刑 就是大概 當然孩子 自己的兒子沒了嘛 這是一個當然很難過 另外一個人家說 這個被告啊 從頭到尾沒有來跟我談賠償 道歉的事情 那 這個案子我們辯論終結之後 我 因為我們是第一 那個案子 因為他都認罪 從頭到尾都認罪 很快就審你了 那時候我就特別留下來 我跟他們解釋了一番 我說這個被告啊 他不願意跟你們道歉和解 不是因為他沒有誠意 第一個 他從犯案之後就被羈押 都沒有出去 第二 他沒有親人 沒有家屬 第三 他沒有錢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賠 那我說啊 那我們這個國家有一個制度 叫做犯罪被害人補償 你們可以去申請補償 那最後這個案子我們就用平均餘命 因為他始終認罪嘛等等 我們判他15年 這個就是我處理的第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 你各位認為有沒有人上訴 一般賈官都會上訴嘛 而且這個被害人家屬說要判死刑 欸 我這件沒有上訴耶 一審確定 所以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啊 如果被害人家屬放下了 公眾可以自己的正義觀窮追猛打嗎 那個內湖那個事情啊 內湖那個事情看起來 那個媽媽很偉大 不能說偉大 就是很堅強 我跟你講他好像 好像他不是那麼想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欸 很多鄉民對他很不爽 還去罵那個 好像跟他的正義觀不合 然後網路鄉民就 說不只是對那個歹徒窮追猛打 還對那個小燈 小什麼 小燈泡的那個媽媽 好像也不諒解 這個 這個是什麼一回事啊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是也是我審的一個案子 今年上個月才宣判的 3月啦 18歲的甲男跟15歲的乙女是朋友 那因為乙女心情不好外出 所以這個甲男就把他 就把他帶回家中 因為有喝酒 兩個就發生 後來他就對他強制性交 那事後啊 這個甲男就對外稱說 這個乙女是致怨的 那在警察局 檢察官偵訊的時候也否認犯刑 那在地院準備程序的時候 也變稱跟乙女是合一性交 卻也表示有意和解 最後他們和解了 那分期付款賠償 那這個女方跟他的父親 表示願意原諒這個男的 對於法院到底要不要宣告返刑 是沒有意見 好 那我剛剛還是一直在講一個重點 法官要依法審判 這個案子的法定刑 他觸犯的是刑法221條的規定 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我們的法律規定 只有判兩年以下 才能夠有緩刑的機會 那他判的是三年以上那不可能緩刑啊 那可是我們法律有另外一條 叫刑法59條 就是犯罪的情狀嫌可為民訴的時候 可以減刑 也就可以減到兩年以下 然後給他緩刑 那我現在隨便調查 各位認為 你同不同意給這個被告緩刑 給他用59條情刊民訴 然後給他減到兩年給他緩刑 贊成的舉一下手好不好 反對的舉一下手 好 請放下 你那天有聽過了嗎 來 你的理由是什麼 我認為那因為他不可解 所以你也算是顯得很適合 所以我可以用到 為什麼不 沒有 我請他給你說 他就是我一把醫院長生寫腳 他最受歡迎的文化就好了 好 還有沒有人要表示意見 那個拿iPhone的旁邊那個男同學 爸爸 拿那個蘋果 那個 就是你啊 對對對 你會不會給他緩 用59條給他減刑 然後給他緩刑 我覺得我不會 不會 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他已經有那個 他是18歲的話 所以應該已經有了 他就是一個比較負刑罷的 完全之類的 所以然後 所以我就不會用青少爐的名字 之類的 然後就給他緩刑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這個用第59條說 這是可以緩刑 然後可以連書 那其實 很多時候是不是只要被害人的家屬 就是原諒 那就是可以連書 這件事有在小區 就是可以連書發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還可以進去 一直討論 這樣子 所以18歲就叫他先去關就對了 對啊 這個被害人家屬就因此拿不到錢了 因為他分期付款他其實家賬不好 所以才會分期嘛 那他願意的就是 就是給我緩刑之後給你 他願意分期付款 怎樣 這位同學 那個 即便刑法被判刑 應該明示陪朝 你大陣子怎樣 即便刑法他被判刑 明示陪朝應該 是啊 還是可以犯 就是要沒有和解 對對對 還是可以用明示陪朝 所以你是不贊成給他換刑的嘛 因為如果覺得 就是還有前面一個IP 就是我覺得 被害人有沒有 有沒有原諒你 被害人不應該是 互相反觀的隱居 好 謝謝 這個案子真的有點為難 對我們而言是有點為難 就是 其實他侵害的是誰 主要是那個被害人的法義吧 那 被害人家屬如果願意諒解 我們到底要不要給他那個 這個是很難做的一個決定 尤其他是一個18歲的 是不是就要去關 那我們 不知道我們想了蠻多的 這個就是 涉及到我剛剛還是在問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什麼叫正義 現在呢 西方 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現在在很倡導的就是修復性司法 修復是正義 他講到說司法的最重要目的是建立一個和諧 當然我們剛才講傳統中國社會是和諧 和諧不是錯 可是為了和諧 也罔顧示威區執 和諧還是要兼顧什麼 公正 那他們認為呢 修復性司法就是讓大家能夠怎麼樣平復 那個 怨恨還有衝突 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所謂的療癒的方式 在倡導推動修復性司法 那以這個案子來講 他其實不純然 那個被告其實就像各位講的 其實不見得那麼的情刊民宿 因為第一方面他自己主動供出來 說他是自願的 二方面他也沒有認罪 不過最後我們還是用同意給他 用59條情刊民宿條款給他典型 而且我還用許忠義大法官寫了 689的那個協同意見書 還是不同意見書 去闡釋59條要怎麼用 不過啊 最後沒有給他緩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不久才有一個僭客 就是被判有期徒刑 不符合緩刑要件 最後我們再給他減 想說他已經付了一些錢嘛 一審是給他判2年緩刑 5年還幾年 我們給他判1年8個月 就想說你已經付了一些錢 給你優惠減一下 那59條在台灣其實有 台灣有時候有一些立法太嚴苛了 好吧 那我沒有標準答案 我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現在有在唱一種所謂的 修惡性司法修惡式正義這種論點 那什麼是正義 正義如何分類 在西方社會他可以分為分配正義 匡政正義 還有程序正義 不是像我們講的 那麼我們都在講 我上一次上個月課 我問過同學什麼叫正義 有人跟我講公平公正 事實上公平公正也是很難操作的 我覺得美國人他們這樣來談正義 會比較好一點 第三個就是這個歌喉殺同這個事件 最後確定是無期徒刑 就是上一次來跟各位演講的那個 一審法官是那個侯廷 那個程庆審法官 這個案子已經確定了 我曾經就這個案子寫過一篇文章 他為什麼 他到底真正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先那個 你們有沒有看過 請徐老師給各位的那篇文章 有看嗎 你看了那篇文章有改變你的 對他的量型的態度 有可不可以舉下手 只有一個啊 只有一個本來可能主張要判死刑 後來改無期徒刑 贊成可以接受無期徒刑 只有一個嗎 還是沒有看 看了那篇文章有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同學 還是沒有看 來 那來 同學改變心 你講一下好了 你的想法是什麼 從看完之後我其實心裡是很沉重 很沉重 我覺得除了兇險 兇險他做這個型的案子 除了兇險以外 這個國家 然後我們的社群體機構 他的自民 他身分啦 高位這些自民附屬 一部分的 所以我不認為 這個可以完全被整理 社會精心的確實 好 謝謝 還有嗎 有沒有人想要表達看法 我不見得有多少時間可以給各位問 這些剛剛回答 我們就列入評量 參考 沒有啦 我還以為3點20 我弄錯時間 這個案子 基本上 最後查出來的真相 他不是想要吃免錢的勞犯 他也不是 他講一兩個人不會 不用 不會判死 不是他真正的想法 他真正的想法是想要自殺 他真正的想法是想要自殺 那到底要 要不要判死刑 這個我也不敢說答案會是什麼 就留給自己去做判斷 其實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啦 我來這邊不會去表達我有沒有贊成廢死 我上一個堂課我就表示過意見了 法官如果在一些案子他事先表達的看法 某程度就被認為是偏頗 那誰會認為我偏頗 譬如說鄭傑的被害人家屬 假設受到這個案子 他其實應該 我這個法官已經講過廢死的時候 他可以申請我迴避 那我認為這個 這個到底要不要廢死這件事情 我當然我心中有我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法官有時候在一些議題不適合表態 我在很多的事情都很勇敢 我去推動改革 可是我可能不會去表達我對死刑的態度 那這個有時候也不是我 我們一兩個改變決定了什麼 那我只是透過這些讓各位去思考 每一個個案 你如果去了解事實真相之後 這個到底該不該判死刑 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首先正義裡面要求先把 先遵守程序正義 這個案子我最近在法官論壇寫了一篇文章 寫給這個承辦檢察官們 結果被罵翻天 被責官罵 被法官罵 因為我們的司法人員就是 還是比較喜歡追求實質正義 他不認為程序正義是這麼重要的 這件事情會讓社會那麼民情激昏跟沒有遵守 真的不公開是很有關聯的 好 那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是太陽花世代長大的 到底太陽花學院是暴行還是公民運動呢 這是余潔講的 臣民的第一反應是順從 公民的反應是抗命 那他這裡特別分析說 臺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分裂社會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統獨 不是藍綠了 而是什麼 臣民公民兩種身份的對立 那我們臺灣很多人 就是剛剛說那個大陸學生講的 我們很多人還是被洗腦 還是留在那種威權體制還有儒家文化之下 那我們很多人深受洗腦 那各位像我相信你們 你們那時候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參與太陽花學院這件事情 其實他在臺灣社會引起很多的討論 年輕世代跟你們的父母可能觀念也都不一樣 那基本上我後來也才知道說 你們現在高中就開始講公民不服從 難怪你們是在這樣的時代下長大了 跟這個有很大的關聯 這個冤離反風車這件事情 也都是年輕人去抗爭的 就按照傳統觀念大人的想法 這當然就是犯罪嘛 可是最後司法判了無罪確定 這是我一開始要跟各位講的 把這個司法 他基本上要不要接受 從這一個案子 行政部門 檢察官就代表行政部門 他起訴了這些案子啊 那各位還認為要接受行政權的指導嗎 當然這個班級是不這樣認為的 要順從民意嘛 你們可以這樣去跟你們的周遭朋友 去討論這樣一個事情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公民要建立 講理 批判 思考的能力 我們台灣的司法其實很多的問題要檢討 尤其跟沒有推動轉移 正義有很大的關聯 但是我們必須說很多的判決被批判 其實是來自於人民對司法的誤解 那還是剛剛講的啦 這個理性思辨這個問題很重要 來 還有四分鐘可以提問 就剛剛我的法庭出現過就是那一件而已啊 那一件我就要判15年了 沒有 還有嗎 這位同學 那個就是前陣子民間司凱會有架設一個 司法陽光網的網站 那就是領法官身為一個現役的法官 你對這個網站的看法是什麼 你覺得到底侵害到法官的權力之類的嗎 這個問題一樣我跟法官意見非常分歧 我認為法官就是一個公認人物 就是接受社會的檢驗嘛 那他有一些資訊湊了就改嘛 可是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不對啊 可是我們法官反彈 把我跟前陣子我們法官罵翻天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兩個跟司凱會不錯 他說你們要去虛擬講話 我們網站這件事情引起最高的按讚就是罵我們 那為什麼呢 我們的考選制度啊 法官是用考試 假官是用考試產生 他不是一個 他沒有那樣一個成為一個公眾人物 法官某程度就是一個政務官 成為公眾人物要引領社會跟社會對話的人 我們的法官都寧願躲在那個 那個什麼 做一個乖乖的學生 然後最好就是在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 他不敢走出去跟社會對話 所以他們當他們被弄上檯面 他們的名字都可以被檢索到的時候 當然就群情激憤了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少數意見 所以包括我說我寫給夾官們的那一封信 也是引起很大的批評也是這樣 好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 謝謝各位